所以说念着这个受谱世界你不肯放声 你想生西方 生不上去 所以我们真正要能生西方教育世界 所以叫做一句谜头 信念俱足 信意俱足 信是欢喜 欢喜愿意到西方教育去 夜是夜里受谱 杀谱世界我要离开 赶快离开 所以一句谜头 信念俱足才行 你还是念着这个杀谱世界 你想生西方是很难 这个非然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要致辞名号 若一日二来日七日一心不乱了 我们念佛要念到这样子了 大师之菩萨同样告诉我们 大师之菩萨是念佛成功的 他又在西方教育世界在阿弥陀佛的下审 帮助阿弥陀佛来接应众生 广度众生 他告诉我们念佛要 都是六根经理相继 我们念佛号 要把我们言而别设心意 通通用一句话抓住不要动 这个六根都不要动 那么才能够 若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才能一心不乱 所以说都是六根 经念相继 经念相继是个字 但是看起来很齐些 静念就是净土中的静 安安静静 清静静静 念就是静念 相继继续不断 就是你阿弥陀佛继续不断 那么说经念相继吗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说静念者 要将我们能念佛的心 属灵的佛号 要是脱掉 那一念才是静念 所以说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都是如此 但是我们想继续不断 那我们正是静静 想继续不断 之为我们有很多 基督的用功的人 他正到这个地步 他害怕 他说我念佛 念到和明 我念佛 佛号念不出来 没有裁念 我也怕落空 我要依靠阿弥陀佛 寂寅生息 现在佛号都没有了 我落空了怎么办 他不知道 这是正好的消息 因为我们能念佛的心是旺心 这是旺心 不是真心 因为有知有觉 有觉 能看见 能做什么 这个心都是旺心 真心是 无知无觉 无相可见 所以这不是正心 要把我们的旺心 念掉不动了 佛号自然念不出来 那就佛号就自然会脱掉 所以不要怕落空 不落空 为什么 你知道你不念佛了吗 你不是不知道吗 你知道无佛号念不出来了 你不要怕落空 怕落空 还是有啊 并没有空啊 所以念到那个无人念 无所力的时候 正是幸福道教 打算一片的时候 我假使念到那个地步 空是空了 身心还在 世界还在 还没到家 这时候我们不能念了 我就不念 就看住这个念念不动的地方 看住它 就是如毛不楚的汉 猫就是我们看住这个念的正念 除就是妄念 正是我不能念了 妄念不能动 妄念一动 就把这个猫要扑上去 哎不得动 所以真正看到 能看自心 俗看的念头 一时脱落 那真正脱掉了 就是你的身体 世界都化空了 都化空了 但是你的真心就信息了 不是就断灭了 被东西 不是 所以我们的这个真心 不在必处 真心就在我们自己 密门放逛 现在我们能看东西 也是真心的妙用 能听声音 能讲话 也是这个真心的妙用 他实时在我们密门放逛 我们不认识他